下个月陶哲就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了 也许是很久没有见到他的缘故 有人就质疑陶哲这些年有点偷懒 那么面对质疑陶哲又会如何回应呢 其实也不患记者 至少在演唱会这个项目上 陶哲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自从去年父亲陶大伟去世后 陶哲对生活的认知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我只有百分之可能一是在做歌手跟艺人 我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都是在过来 反正我会去真的是逛超市 所以有很多的可能妈妈们都会在超市 都会看到我 那是陶哲吗 他在挑那个不同的菠菜什么之类的 音乐才子进菜摊 这起景在未来的日子里估计会很常见 陶哲不单自己过日子简朴 还要求别人也要精打细算 我的助理三个月前买了一个三百块的一块牛排 然后被我臭骂了一顿 我说我说这个是你要送我的 还是你要用老板的钱去买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太离谱了 当家材质柴米油盐贵 看来过日子的陶哲也懂开源节流的意义 虽然今年既要筹备电影又要开歌唱 还得参加明星真人秀 但享受生活的他同样也没让一门绝学生疏 我有时候在厨房是可以待一个半天时间的 从所谓的西班牙意大利炖饭 到你能够想到的各式各样的甜点 我都会做 好